原标题 一共打了1308场战役 这个人就是开国少将王成汉 王成汉参军很早 13岁就来到了虚向前仗下 因为作战勇猛 17岁就当上了连长 在陕北直罗阵战役中 王成汉又一次带头冲锋 但这次敌人火力凶猛 很快王成汉的左手重弹 但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箭 忍着疼痛继续作战 没想到的是又一颗子弹 击中了他的左腿 还划破了主动脉 瞬间鲜血如主 王成汉被及时送到了战地医院 躺在了手术台上 当时麻药稀少 王成汉就要把麻药让给重伤员 医生听着都愣了 你这不叫重伤 什么伤算重伤 但医生咬不过王成汉 只见他叼着一根木棍 就这么咬紧牙关 撑过了时长两小时的手术 手术结束 时他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 却没有喊过一声疼 抗战时期 王成汉担任扛日游击支队的一个团长 王成汉不仅会打仗 还很有政治头脑 懂得在群众间争取民心 当时很多老百姓被日美军欺骗 以为八路军是坏人 都不敢靠近 但王成汉担着为部队买粮食的任务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往城墙里扔人员 告诉老百姓 随便给多少粮食都可以 当时王成汉的身边就有一块红薯地 但王成汉坚决不碰 因为老百姓不敢出城照顾田地 他没事还帮忙打理打理 这份诚意最后让他最终感化了老百姓 大家都心甘情愿地拿粮食资入八路军 这才让游击支队在玉西站稳了脚跟 1955年的大寿贤上 王成汉被授予少将军衔 但王成汉的军旅生涯还没有到达巅峰 等到1988年的时候 王成汉又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样的经历可谓凤毛麟角 国军中只有六个人和王成汉相同 退休前 王成汉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退休后他也没有想轻浮 而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传授先进的工作经验 为乡亲们能脱贫质付出了很多力 王成汉也常常教育自己的子女 名利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对于一个人而言 精神世界的富足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填补精神世界呢 至爱和亲情就是最宝贵的财物 这番感悟很多人穷极一生都悟不出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